我们在孩子用的洗手间里自己动手安装了铝合金推拉门 以前的玉帘罗乌素 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清清爽爽的呢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省下大几百的人工费 自己安装淋浴间的推拉门 首先在网上购入这个推拉门的组件 结构很简单有门框一些零件和两扇玻璃门组成 看看以前的样子是不是特丑 厕所潮湿的环境玉帘还容易发霉 有时候使用的不注意淋浴的水还容易喷洒到外面 这就是我们买的门框颜色入于深咖啡色 首先取下玉帘 好这个框架的结构呢 就是一个四边形 然后这个这一根和这一根 这一根最粗的呢 就是说是最上面的那一个 然后这个呢 就是挨着浴缸边边的下面那一个 就是这两根长得一模一样呢 就是两边的 你看它有钻孔的地方 首先呢 这个买过来的上下这两根 上下这两根 它不一定是跟这个尺寸相吻合的 所以说家里有条件的话就用电锯把它锯掉 没有条件的话 我老公是用小锯子一点点锯的 看小锯子一点点锯的 锯的还行 没有翻车 好这个就是它的一些小配件 螺丝螺帽啊 一些小配件 然后我这边要用到的工具呢 肯定是电锻 然后电锻头 最下面浴缸最下面的呢 要四边要打胶 所以这边我这边也买了胶 silicon的胶 这个就是胶枪必备的一个胶枪 就打胶必备的一个胶枪 还有用到的就是这个水瓶仪 就避免它旁边两个 就避免它旁边两个柱子的一个歪斜 歪斜了如果打歪了就很难去再去修复 首先要搞清楚这四边形 不锈钢柱子的拼接方法 然后将左右下三根边框 临时用胶带固定 并用笔画好标记 这一步的目的是以确认没有歪斜 因为一旦钻孔开动出错 会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这样安装以后的美观性会大打折扣的 同时要用刚才我说到的水瓶尺来确定 不锈钢架的位置是否是完完全全垂直的 一切测量固定完成以后 用笔在之后钻孔的地方做记号 然后可以将刚刚暂时固定的框架拆除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用笔做记号的 等下需要钻孔的地方 这个就是钻孔后放入的塑料膨胀螺丝 它是墙壁和螺丝之间的介质 以达到固定螺丝的作用 钻头我们需要用三十六分之三这个大小 像自己动手安装的情况下 一定要认真仔细地阅读说明书 好 这个应该是符合它那个型号的钻头 这个三十六分之三 然后以塑料膨胀螺丝为标准 在钻头上做一个记号 以免把孔打得太深了 这里有个小插曲 刚刚普通的钻头完全打不进坚硬的瓷砖 所以我们马上去了沃尔玛买了瓷砖专用的钻头 这边要注意尺寸还是需要选择十六分之三这个规格 门框固定以后接下来就是打胶 以起到密封的作用 打胶时注意 需要借助胶纸辅助 以免打得歪歪斜斜不均匀 打完之后就可以将胶纸取下 这样打的胶看上去就整整齐齐的了 好了 门框固定安装好 就大功一半告成了 最后看一下装好门框的效果吧 干干净净轻轻爽爽 这个移门也是非常的丝滑呀 我们还另外买了一个同色系的毛巾架 安装在旁边 卫生间是不是一下子看上去大变样了呢 感谢观看下期见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